在家里可以如何简单的做出韩式炸酱面 赶快看看今天影片你就知道咯 好了首先我们先来准备我们今天的甜面酱 那在这个锅子里呢我们先放进来一汤匙油 接下来就是放进来三分之一杯的这种韩式的甜面酱 然后把这个甜面酱稍微给它炒一下炒到香 这个时候我们就放进来一汤匙糖 那如果你喜欢吃多一点甜的味道呢 也可以多放一些糖 好现在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就先给它放到旁边 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锅子里面我们放进来一汤匙油 8个lts的猪肉梅花肉 然后也是给它炒到大概这个猪肉变成金黄色 似乎这个表皮呢有一点酥脆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们放进来一根葱花 三半这个蒜末 然后也是稍微的给它炒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就放进来更多的食材 一个马铃薯 也是给它炒大概两分钟 那你会看到这个马铃薯它似乎变得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就好了 现在放进来一粒洋葱 一个西葫芦 四分之一个卷青菜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炒到软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甜甜酱放回来 也就给它炒啊 搅拌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放进来两汤匙的白酒 倒进来两杯鸡汤 现在呢我们就给它慢慢的炖 给它炖大概十分钟 一直到这个蔬菜呢它都变软 看起来非常的好吃为止 再放进来两茶匙的玉米粉 加上两汤匙的水 这样子的话呢它这个酱汁变得会比较粘稠 最后再放上少许的芝麻油 好的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 在另外一个锅子里面 我们还要来煮我们的面 我们今天使用的呢是这种 韩式的棕华面条 好放到水里面给它煮大概是三分钟 这个面条还蛮容易煮的 那你也可以用你的筷子去试试看 你的面条好了没有 如果这样子一夹呢 这个面条很容易就断了 代表你的面已经熟了 好把面条放到碗里 然后放上我们的这个甜面酱 然后放一点小黄瓜 哦好啦任务完了 现在开始试吃 哇我们今天的面条真的是好好吃哦 真的不骗你哦 你赶快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哦 我们今天的韩式家家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因为我吃完了第一碗之后呢 我还想要吃第二碗 呵呵呵 有点像是大胃王的感觉了 好吧那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吃的面条是哪一种 是炸酱面呢 是韩式的 呃中国式的 还是牛肉面啊 蛋蛋面啊 你喜欢吃哪一种 那下一次我也去尝尝看 好的别忘了留言 呃按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哦拜拜